亲爱的林老师 温老师 温老师 还有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好 我是天府站123期的林秀珍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是当初朋友的跟我分享 那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态来参加123期 但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 我妈妈因为右脚的膝带后端的血管酸在 在龙肿做导管 那手术失败是因为她的血管器型 没有办法过去 因此我在下课的时候 我找阮老师请教她要怎么做 但是我认为我刚开始学而已 我觉得我去应该没有什么效果 我也不敢妈妈做 所以我就在123期结束之后 我开始找调整站 因为我需要跑停车 我需要不用爬楼梯 然后还要时间上能够配合的状况之下 因此带我妈到调整站 因为我妈酸塞的关系 所以她的脚是肿胀的 然后走路又不方便 然后到了4月份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天我妈妈的耳朵 她告诉我们说电话没有声音 可是我们发现电话是有声音的 因此我们带她到龙肿看医生 检查的结果是机能退化 那到调整站之后 那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宗教调整站 那经过那边的师兄师姐帮她调的时候 三四次我妈的听力就恢复了 然后经过三个月到龙肿的回诊 医生说她机能恢复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妈现在的脚 她的肿胀的状况也恢复的非常好 走路也比较好很多了 那我妈妈也经过那时候师兄师姐的鼓励 参加了124期的初中级班 然后我个人本身来讲 我在民国87年发病 88年检查出来 我本身是溃养性大肠炎 我整条肠子是溃烂的 那虽然药物控制的算都很好 我也可以停药 可是在这一两年来 我的右手中指跟拇指 以及左手的拇指 我是弯曲的 没有办法伸直 甚至是会肿 会痛 然后我的职肠外科组织单读 我跟她讨论的结果 她告诉我她很担心 我有可能是转移了 因为我的肠子没问题 这种病肠子很难完全康复 我好了她怀疑我会转移到骨头 因此她把我转到破名免疫风湿科 医生就开始帮我准备检查 第一次检查出来没有问题 我很高兴的跟医生讲 我是不是没问题 医生跟我说你想太多了 必须经过三个循环的检查 出来才能确定 因此我经过三个循环的检查之后 确定都没有问题 那医生告诉我说 药物对你来讲只有止痛的效果 没有任何治疗的你要不要 我说那就不用了 这种痛我是可以忍耐的 那也是经由藏身决在天湖的调整站 在罗站长还有各位师兄师姐的帮忙之下 我现在的手是伸直的 而且是不会痛的 再来分享我女儿 我女儿在美国念书 今年主将回来的时候 因为台北没有开课 因此我带她到桃园参加51期的课程 那我女儿在美国鼻子算没有过敏 可是一会到台湾 她的鼻子就过敏 然后在课程当中 你老师有说过 你自己检视一下你身体有什么状况 然后呢 你上完课的时候 你到底哪里有什么改变 她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 她的鼻子过敏 已经没有这种现象了 然后因为我女儿可能是我 在怀孕的时候就生病了 所以我女儿长得非常的娇小 因此她在上课的时候 她自己去找林老师 然后林老师说要怎么样的调整 经过恒软她回美国之前 因为我们有在墙壁上面做记录 她也长高了一公分 我女儿在12月初在美国 我不知道是因为干燥 还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 她12月6号的时候整个的嘴唇 她旁边她的脸颊是红肿的 结果同事就很好心 就拿凡事理让她擦 擦了结果之后 整个她说肿得跟猪头一样 因此她就去看医生了 大家都知道 美国看医生非常非常的贵 她好心疼 她说 医生跟她说她是皮肤感染 开了10天的抗生素给她 她花了70块美金 那我12月10号我到了美国 但是在过程当中 我也告诉她 你自己要调 你自己要调 她说有我都有调 那我到了美国之后 看她已经好了差不多了 可是我到了美国之后 没几天 她又发作了 然后我就拍了照 传给天舞山的站长 卢站长 然后请教她应该怎么调 会分 因为她的药材钢基 快要结束而已 但是她又发出来了 然后站长会教我怎么调 很快的 很快的就又退掉了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三月接触长生学要增加 我个人觉得长生学 真的是可以创造很多的奇迹 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身边很多的人 因此在这边感谢魏老师 还有分享我长生学的朋友 为方 那也鼓励在场的所有朋友 真的我觉得 要自己亲身去体验 你才能感受到长生学 自己对大家的帮助在哪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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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